作曲 李宗盛 我是 都蘭部落阿美左的 所以生活中常常會有很多的音樂 那個音樂不是說外面放音樂給我們聽 就是大家會在家裡面唱歌 家族的聚會 或是在教會的聚會裡面 甚至在祭典聚會裡面 就會很多的唱歌 那這個東西就會跟外面放給我們的音樂 非常不一樣 然後也成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我看到部落的青少年 比較不喜歡跳傳統歌舞 然後他們相對的 就不會願意去唱那些傳統歌 那這件事情是我觀察到的 另外一個我看到了 他們每天都在跳韓團的舞 我就突然想 如果叫他們去學阿美族的歌謠 他們一定會不想學 但是他們在跳韓國的歌謠的時候 裡面沒有阿美族的語言 那我就想說好 那這樣好了 把那些韓國歌抽換一下 把它放自己阿美族的語言 然後我就練習模仿 然後我開始去結學很多 去找一些DJ來幫我 他們幫我做一些LOOK這樣 然後我就在 我覺得我適合的速度 因為我唱沒那麼快 我就在那個適合速度 然後自己模仿出一些旋律 然後把它創作出來 然後寫上適合又簡單的阿美族語這樣 就是那個簡單到他們一聽就懂 而且不斷地彷彿 那某種刻意是要去洗腦他們 甚至可以把這首歌背下來之類的 就只要在那個 在那個最重要的那個 所謂的副歌的段落這樣 讓他們有點置入這樣的語言 就好 我就好像就可以了這樣 所以就鼓勵他們去跳了這樣 跳完之後我就只是跳 沒有舞台 也不適合因為 照這群年輕人 在他們的長輩 或爸爸媽媽阿瓜媽前面跳舞 他們也覺得很便扭 因為通常年輕人 只想要跟年輕人交流 那怎麼辦 那就拍下來嘛 把舞台放在網路上試試看 那就這樣變成一個MV的作品 然後好像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氣息 就在這個當代裡面 還是找得到自己的文化切角 從那裡才一開始 找到一些文化的認同 他們就會 至少那個歌詞很好記 他們會唱這個單字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就循序堅決說 那要不要學進階一點的 我們來寫傳統歌這樣 就這樣慢慢引導他們 我覺得我們的語言的空間 慢慢沒有了 那些東西的語言 當然就會 它使用的範圍就會變 使用的距離 被傳承的距離 就會相對的少 非常非常多 那一個語言 它會連帶著它的傳說故事 你一個傳說故事 用阿美族語講 跟用中文講 就會差很多 比如說阿美族的喜 有六個喜 但是中文喜 只有一個字 就叫喜這樣 對 其實不太一樣 每個語言 他在講 米燒燒 搞乱 都是喜 米糯 也是喜 這是喜 身體也喜 一個是喜頭的喜 一個是掃地的喜 但是它的單字就會不一樣 這種東西 如果變成中文 它沒辦法解釋的 只有用這個語言 才能講這樣的傳說故事 跟這樣的東西 所以 雖然你要保留它的傳說故事 但是你都用中文保留 當然就是聽不到它的 與那個文化的那個美 那內涵在那裡 當然如果透過音樂 它可能產生一種新的東西出來 那阿米聖結 我覺得它有機會 就是營造這樣的氛圍 它也不是祭典 因為進去祭典 它畢竟還是有一個門檻在 然後在祭典要變成光光 又會有一些文化跟光光的衝突在 那我覺得音樂結法給了另外一種新的可能 它有非常強烈的文化氛圍 可是它不會有太多的像祭典的禁忌在裡面 相對在認識自己 如果想要返鄉的青年 在追尋自己的文化人同的過程中 它可能是一個相對比較容易進去的一個方式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跟你一樣處境的人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很多的想法